枸杞加黄精 虽仅两味药却强过帝黄丸 不仅补肾精 还可补阴阳 很多人出现了腰酸腰痛健忘乏力 白天没精神 或者是头晕耳鸣等肾虚的症状时 就会盲目的去参考六味帝黄丸 或者是贵福帝黄丸 这种补肾的中程药条理 但如果参考枸杞和黄精两味药 可能效果都比这些帝黄丸更好 因为像刚才提到的这些症状 大多是肝肾亏好肾精引起的 中医认为肾精是五脏之根本 更是阴阳的根本 同时它还主管生殖发育 当我们肾精亏好后 就容易出现各种不适 比如刚才提到的那些 以及像反应迟钝 失眠 头发皂白 牙齿松动 眼花 早衰等等 这时我们就需要做的是养肝肾 不肾精 而枸杞它入肝肾 可以养肝明目 同时补肾生精 一举把肝血或肾精补到位 至于黄精它又被称为老虎精 它不仅能补肾精 还可以强健脾胃 要知道脾胃是精气血 生成之源头 那我们想要补足肾精 那强健脾胃 增强脾胃运化能力 自然是少不了的 所以别看它只有两味药 却同时照顾了先天肾和后天脾胃 不仅补充了肾精 还滋养了肝血 所以在补肾精 调阴阳方面 效果自然好过地黄丸 那是不是说这些地黄丸 效果就一定差了呢 并非如此 中医用药讲究对症 像肾精亏损引起的症状 我们可以参考 夹架枸杞条理 那如果说肾阳需引起的一些胃寒怕冷 手脚发凉 尿多 大便吸 腰困酸等情况 那我们就需要参考贵福地方玩 这类补肾阳的忠诚药 如果是肾阴需引起的一些 腰气酸软乏力 口干 口渴 心情烦躁 身心燥热 晚上爱出汗 甚至是欲望强等情况时 那参考六位地方玩 还是要参考六位地方玩来调理 另外像肾精亏损贵于严重 我们出现了一些难科方面的问题 其实也是需要搭配上其他重要配合调理的 可见药好不好 身体还得看适不适合自己用 所以大家一定要搞清楚自己的情况 对症调理 如果拿不准 就不要盲目跟风了 今天分享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